吴丁在娱乐圈一直是低调而从不炒作的明星,因此也非常受欢迎。 但是在8月13日,吴丁却因为一件事上了热搜,吴丁上热搜的起因是因为谢南微博的一则常文。 在8月5日,谢南发肠文成,接到外婆去世的电话有点不知所措,于是谢南提起了和外婆的一些琐事。 虽然谢南的外婆不是字,但是对谢南非常好,谢南回忆起许多儿时和外婆在一起的事情。 看到谢南外婆去世的消息,很多网友纷纷在评论去安慰。 当谢南还沉浸在外婆去世的悲痛中时,网上却有自媒体尽量报道这件事。 不仅题目写着试者已登仙界,生者节哀顺变,网友直呼心疼,谢南节哀,保重身体,试者成怡仪,生者如斯夫。 网友表示心疼,谢南照顾好自己,而且配图是无精的黑白照,并且被某媒体挂在首页推荐。 这样的标题却是博眼球,从封面来看很可能让人物,以为去世的是无精,因为题目并未写明谁去世,而图片却配了无精的黑白照。 对于这种为了博眼球把活人写去世的文章网友表示强烈不满。 孙芬评论道,昨天也见了,吓了一跳拉怀,真的是不能乱发,出来挨打,搞什么呢?这样做道德吗? 有点过分,这怕不是试了志吧? 我也吓到了,当时还点进去结果不是他,不是一般的过分。 吴丁出演过很多优秀的作品,特别是战狼受到了很多人的好评,很多娱乐圈的朋友也都说他非常正直。 没想到除今某些媒体为了博眼球,却让人物,已然是吴丁去世了。 这样的做法确实很过分,难怪受到网友谴责。 本文位于小妖独家文章,欢迎转发评论,欢迎关注本体恶号,精彩仍在继续,未经授权,禁止转载到任何平台。 DM的脸则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